公门扎堆上热搜 如此操作 削开的粉丝全然不买账 一面护凯心切 定住着逆软安好便是行天 一面暴走色家爱豆 表达强烈不满 你们天天就知道 拿王俊凯室友来博关注 室友已经很累了 他们不想被曝光 王俊凯不住校 这些只是挂名室友 也有直接质疑北电 捆抱王俊凯炒作的 王俊凯经久都上不了热搜 结果现在王俊凯室友 直接热搜前进 厉害厉害 大有纵视我凯贵为 顶级流量担当 但他的果实 凭啥要分你一半的气势 Bud在大批 护凯大军中 也有滋事亲戚的粉丝 爱的王俊凯全部室友 并发了中二长文 如果有女生给他写行书 让你转交 你转角就扔了没事 如果有人想让你 帮他逼巧合力 你自己吃了哈 没事的 正这儿是粉上一个爱豆 全世界也要做他的保镖 可是王俊凯 只想安静静地上个大学呀 接着更令人尴尬的是 关小同室友也被刷声热搜 王俊凯以义气之力 拉动大学内训 连同学姐的KPI的一肩扛起 少年不易呀 尽管花式霸天一度 让关小同的国民 好感度风雨飘摇 但这次说还热搜 那可真真是如假包饭的 关小同真是有 虽然挂着国民闺女的名号 为什么萌萌 我只看到了营销号 不与儿童的 为盛贵子打破 为什么有网友 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明明是在蹭关小同的热度 但平面又有人骂关小同 还把两个人做对比 路人觉得关小同真的好无辜 怎么上热搜的是主角 带话题的全成了他们的室友 这个表演戏生态练 发展的的确有点尴尬 对 怎么说无观点 只觉得连两口子的张杰 都发誓不再做谢纳的裙带了 只是同学的王俊凯和关小同 听说要燃烧自己 照料别人的火把 要真是灵